主料,码头一个,脆皮成两条,鸡蛋一个,辅量,油,盐,葱,蒜,准备时间,十分钟内,制作时间,十分钟内,隔夜的码头切成丁备用,长仔切成适量大小,热油锅,与蒜末一起下锅爆香,把长仔锅倒一边,加油,打入鸡蛋一个,在蛋液还没有凝固时,倒入码头丁, 让蛋液粘在码头上,炒匀,均匀的洒入薄盐,加入葱花炒匀即可,烹饪技巧,码头新鲜的软和,好吃不好切,隔夜的码头不好吃但是好吃,而且炒着吃饼有风味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!